2023年3-4月份 美国和欧洲发生了三起超级大的银行破产案 也许你会觉得这些银行破产离我们中国人太遥远 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富人可是一击重重的打击 你可不敢保证这些富人在被收割之后 不会从你这里找回损失 这三起银行破产案分别是美国硅谷银行在3月翻盘 瑞士瑞幸集团在4月初举 以及美国的第一共和银行 在这些银行崩盘并被接手的过程中 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两股声音的争论 比如在3月中旬 美国硅谷银行宣布破产时 对中国的互联网新兴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各位互联网大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 声称自己与该银行无关 以免中国公司的股票崩盘 硅谷银行破产后 中国互联网上最初传出的声音 是对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预警 因为硅谷银行在美国可不是小角色 是排名全美前30的大型银行 硅谷银行宣布破产后 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救世措施 接着美国第一共和银行 以164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接手 而硅谷银行的资产高达1100亿美元 这场大恶吞小恶的盛宴 让人们看到了美国资本的残酷本质 不过很快 硅谷银行破产 这个美国金融界的丧事 就被中国一些知名人士宣扬成喜事 因为在硅谷银行破产的两天之内 包括拜登在内 美国政府都宣称 储户的利益一定得到保证 硅谷银行破产了 但存在硅谷银行的钱都能取出来 在硅谷银行破产清算 并被第一公民银行接管的过程中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负责监督这一流程 我们通常所说的银行存款包赔 在破产后 这些钱不是由银行赔付 而是由存款保险公司来承担 如果说在硅谷银行并购案中 一些中国科技企业的资金存在于硅谷银行 那么取出来后还有洗白空间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两起银行破产 就是赤裸裸地收割了 首先是瑞士信贷集团的爆雷破产 也被俗称为瑞幸危机 瑞士信贷作为瑞士第二大银行 主要吸引了亚洲富豪和中东土豪等投资者 我们从看港剧和港片中就能发现 无论是大富豪还是大劫匪 都喜欢往瑞士银行汇款存钱 这些情节也都有现实的依据 因此 瑞士信贷集团的破产 对于一些中国科技企业来说 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些企业中存在的资金可能会受到损失 而且取回来后 也很难避免受到进一步的补偿要求 如果富人们的钱 被这些银行破产时间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他们很可能会寻找其他途径来弥补损失 而这其中就有可能包括从普通民众身上找补 因此 我们作为普通人 也应该对这些银行破产事件保持高度警惕 尽量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避免成为富人们损失的补偿对象 在这个不稳定的金融时期 保持理性和谨慎是非常重要的 瑞士立马安排了中国第一大银行 瑞士银行 来收购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 但在收购过程中 瑞士政府和法院做出了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决定 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中 一个公司的债权优先于股权 也就是说 在瑞士银行收购瑞信集团之后 首先要承担的是瑞士银行的债务 即使存在债准股等谈判协议 也必须先偿还债务 然后才能处理股权问题 瑞信发行的大量债券持有人主要是亚洲的新贵 特别是香港和内地 还有中东的王爷们 但是瑞士政府和法院裁决 瑞士银行在并购过程中可以免除一些债务的偿还 直接获得并购主权 这实际上相当于瑞士政府为银行向亚洲客户 特别是中国客户违约背书 在瑞士银行打破规则之后 4月底 美国排名靠前的第二大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宣布破产倒闭 而这次接手的是美国超级资本大案 摩根财团 摩根财团不仅表现出难看的行径 最可恶的是掌控着媒体 让美国媒体对其的报道带有讽刺意味 这些银行的破产不仅对那些富人们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对普通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不要被富人们的损失转嫁到我们身上 在这个动荡的金融时期 我们要保持警惕 尽量避免受到不公正的经济环境的伤害 同时 政府和监管机构也应该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维护广大人民的权益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稳定的金融体系 中国媒体在转载报道时 也是相当娴熟啊 比如大家看这篇标题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被接管 摩根大通收购其大部分资产负债的报道 这标题是不是让人觉得摩根大通就像是一个超级英雄 拯救一切的就是主一样 但其实这篇报道的关键就在于那五个字 收购大部分 摩根大通以第一年支付106亿美元 五年后支付500亿美元及利息的条件 就从美国存款保险公司手中收购了第一共和银行 2075亿美元的资产 最经典的是摩根大通承诺支付所有存款 以及长期房贷 但是对第一共和银行的任何公司债和优先股全部赖账 从欧洲的瑞幸危机到美国的第一共和银行 这些并购案中 欧美资本不仅上演了大欧吞小恶的把戏 而且把主要债权人 特别是亚洲和华人富豪投资者全部坑了一把 我们中国过去一直赞扬的美国市场经济法治保护 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以及美国银行对私人客户利益的保障 这三个原则 在最近的美国和瑞士两起银行破产案中 都被彻底破坏了 简直是被踩在地上摩擦 这些银行的破产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的保护和规则 必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谨慎管理个人财产 同时 政府和监管机构也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确保公平透明的运作环境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金融风险中更加安心的前行 有些公知出来说话 为什么对四月份发生的两起银行破产案中的赖账行为批评呢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三月份硅谷银行的破产并购 当时存款户的钱不是都能取回来吗 这说明美国还是有法律保障来维护用户权益的 对吧 然而 在5月19日 最初破产并购的硅谷银行又搞出了新花样 问题出在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在三月份完成对硅谷银行的收购后 现在突然宣布这次收购不包括硅谷银行在开曼群岛的开曼分行的资产和负债 这显然是一场全球瞩目的丑闻操作 大家都知道一个银行即使在海外开设了分行 那也是银行整体资产和负债的一部分 如果一家美国银行破产清算 连在海外的分行都不受保护 那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还有什么心欲可言 这次最让全世界震惊的是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把硅谷银行开曼分行的所有存款一股脑儿都提走了 硅谷银行开曼分行的客户账户全都清零了 然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在全球范围内宣布 根据美国法律 银行破产时的存款刚性兑付保险只适用于中国银行 按照法律规定 开曼分行属于海外 所以开曼分行的所有储户存款就不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了 这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啊 中国一直崇拜的美国法治保护 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美国银行对私人客户利益的保障 这三个原则在这次美国的银行破产暗中都被打破了 简直就像是一场法律和道义的灾难 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的保护和规则 必须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谨慎管理个人财产 这种抢夺行为真是太可耻了 你说开曼分行没有偿还义务 那你凭什么可以将这些存款全部拿走 取钱的时候有权利 但到了还钱的时候就不用承担义务了吗 这简直就是公然掏空硅谷银行开曼分行的储户 那么 谁是美国硅谷银行开曼分行的主要存款人呢 开曼群岛可是世界著名的避税天堂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整天抱怨中国的重税 利用各种手段把钱存到开曼群岛 而硅谷银行开曼分行就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 所以说被美国资本掠夺的 其实是这些聪明人转移到开曼群岛的避税资金 开曼群岛作为中国高净制人群的资产避税和避险天堂的宣传 今天彻底被揭穿了 说实话 被美国资本掠夺的 是中国这些聪明人从中国劳动者创造的无数财富 我们真的无法感到高兴 但是这次美国资本的无技巧抢劫 至少吓到了这些聪明人 让他们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转移资产了 即使在中国进行共同富裕的再分配 对最富有阶层进行削尖谷地 相比之下 与美国的公然掠夺相比 还是人性更为体面 美国资本根本不是拔毛式地收割 而是一毛不胜 由于欧美联手对中国富人的公然掠夺 迫使他们的资金回流 不再敢涌向欧美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些肆无忌惮的抢劫者 尽管这样的感谢显得有些悲凉